黄老师,今天我给你朗读五捉鱼 去年暑假,里的一个下午,哥哥带我去捉鱼 我们一个拿着小盘,一个拿着木桶,一起来到小溪边 沿着小溪,哥哥边走边看,不一会儿他站住了 指着脚下的溪水说 这里水流的慢,鱼又多,我们就在这里动手吧 我一看,真的,小溪的上游很窄,下游也很窄 但是这短短的一段却比较宽 上游流下来的溪水,到了这里就一下子慢下来了 水里果然有不少鱼呢 我连忙脱了鞋,跳下水,就伸手去捉鱼 可是鱼一角角的从我手里溜走了,根本捉不到 哥哥站在岸上笑了,说 你这样做怎么行,来,我教你 他边说边跳下了水,指着两头吸水比较窄的地方 对我说,快,用泥在这里,把坝住好,把水堵起来 我们动手从两边用泥柱瓣 柱瓣越来越高,很快就围成了一个小水池 眼看着不少鱼被围在小水池里了 哥哥说,现在可以摇水了,我们就一起用小盆往外 摇水,哗哗哗,小水池的里越摇越少了 鱼儿惊慌地跳蹦乱跳,我放下小盆一伸手,就捉到了一条鱼 这时候,哥哥也捉到了一条鱼,放进桶里 我拉你看我,我看你高兴的,哈哈大笑,一眨眼的功夫 我们就捉到了好几条鱼,我们越捉越有劲,心里快活几个了 谢谢 菜单,春卷,锅贴,生甲,酸脉汤,红烧豆腐,甜酸肉,鱼香鸡片,陈皮牛肉,核桃虾,香酥鸡,清蒸鱼,石井炒面,米饭,饮料 谢谢